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中间还有钢琴博士妈帮忙 对 去接我们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才能够直达火星 对 而且那天真的很开心 对 所以那个火星上只有一个爷爷 而且很感谢大家帮我圆梦 因为我觉得火星爷爷是我最想见的一个人 对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讲的火星 指的是这个TED破300多万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讲 各位也经常的看过的这一则这个TED 叫做像没有借东西的这个TED的演讲 对 跟没有借东西 对 的这个本尊叫做火星爷爷 火星爷爷的本名叫做许荣红 大家都 因为我很好记嘛 因为我都想到红龙红 我也是 想到红龙红 而且火星爷爷我们会 这一次安排去见他是因为 上次这个四亿 杨四亿 在台南的政大书局 听说要跟杨四亿都要约三亿 他四亿吧 他说要约四亿 加起来七亿 你要认几亿啊 这是最近很奇怪的冷笑话 最近也要认几亿 跟那个超级厉害的杨四亿 就是简子叫做 有一本书叫没有门槛的幸福 我们找机会也访一下阿贵好了 对 因为没有门槛 他有说要上我们节目 阿贵已经有说 我也要请他 我通常都随缘 然后再等个机会 像火星爷爷 其实我之前也有透过念词 就是询问一下 但是因为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缘分 像今天呢 好 听我朋友可能讲说 今天等一下火星爷爷会不会出现 没有 今天我跟思惠 赶快先讲一下 火星爷爷不会出现 但是有我们两个去火星爷爷 帮大家看火星爷爷 然后这一集呢 我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集大家仔细听 用心听 听完之后呢 在我的po文底下呢 粉砖po文底下 这个或者是思惠的po文也可以啦 底下呢 帮我们留言一小段 你的心得 那我们来领选一位朋友呢 就送火星爷爷的亲笔签名书 我在地球的奇异旅程 这本书是火星爷爷 他有个出版社叫火星库 他真的是 就是他自己的出版社 我觉得火星爷爷 而且你知道这个火星爷爷的名字 怎么来的吗 对 等一下我先把总书的资讯讲完 大家如果说写完这个心得 我再跟思惠一起挑一个朋友 那这一本呢 是就我们当天呢 去台南的火星基地 然后呢 跟火星爷爷一起喝完咖啡之后呢 本人特别不要脸的 跟火星爷爷说 可不可以送我们 紫北甄的朋友一本 那火星爷爷就签了一本 给紫北甄朋友 祝福您一切美好 然后他签下了日期时间 这是火星爷亲笔签名书 如果你要的话 我们就我会贴 粉丝会贴文嘛 那诗会也会 我到时候选一位朋友 然后我们把这本书 就仅此一本 因为我们的脸皮不够厚 没有办法压到一箱 我们就一本 火星爷爷这很棒 他是我的偶像 其实我到很多地方演讲 我都觉得火星爷爷帮我很多 只要破他的TED 跟没有借东西 我就觉得这个场子 立刻就热起来了 而且火星爷爷的这个TED 其实要百看不厌 你看他短短八分钟 我看了二十几次 一二十次的真的 就是每一次看 我有几个我口袋 珍藏的TED的影片 火星爷爷是其中之一 然后另外一个是 别把钻石当玻璃珠 刘大伟的这样子的TED 也都很棒 他也是两百多万的 这样子的一个点阅 那火星爷爷这个TED 现在377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呢 其实就是因为 火星爷爷一直是世卉的偶像 偶像超偶像 超级偶像真的 我就喜欢他 因为我觉得他 他对我人生的影响很大 就是因为他说跟没有借东西 我就会想要跟我那本书结合起来 刚好我们都是没有 然后才能够变出有 他就像魔术师一样 所以他可以给很多人一个梦 就是说 今天你没有你才可以变成有 那是不是很多没有的人 其实也没关系 我们就把它变出来就好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这本书真的是超棒的 所以两件事情嘛 一个是火星爷原本的TED的演讲 另一个是书的本身 因为这本书其实是在谈的 所谓的我在地球的奇异旅程 也就是火星爷诞生之后 他的整个从小到大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 然后他遇到的事情啊 然后他去念书啊工作等等 书等一下我们有空再来细聊 你是自转 他的自转 我想我们先从这一个TED 这个影片其实就历久不衰 然后我来问一下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 还没有看过这个TED 那没关系 你在YouTube上面 你只要搜寻像没有借东西 或者搜寻火星 跟没有借东西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则影片 那请这个施惠跟我们分享 这个影片里面最打动你的 是哪几个点 他在谈什么 我觉得这个影片最打动我的 就是他说 他因为没有 他不能走路嘛 那他不能像一般人 可以正常走路到很远的地方 所以他最真实 但是他说 因为大家不要可怜他 因为他没有这个 可是他有很多贵人这件事 他说 我觉得这个 他一般TED的演讲有18分钟 可是他有8分钟 却可以创这个 台湾TED演讲最高的流量纪录 我记得他可能360几 370几万了 那他说 每当他到哪里去旅行 就会有一个人很有力气 把他抱起来这件事情 我就会去想到说 哇好温暖 我这时候就会想说 人生有谁呢 在我很困难的时候 把我这样抱起来 我把那个故事稍微讲 这书中有提到 他就有一次走在马路上 然后在马路中就跌倒了 跌倒的时候 他就想说 你看 跌倒 跌倒正常你爬起来 可是火星也怎么爬起来 他是一个小儿麻痹 他肢体行动有障碍的人 然后他觉得 人生 不如就这样算了吧 就让车压过我 连过我 车压过去 对啊 就是已经有那种 断掉 反正我的人生这么的 看不到未来 我何必还要自己 想办法爬起来 而且这件事是发生 到那时候 他爸爸刚好过世的时候 对 因为他讲以前 他很难过 都是爸爸可以照顾他 可是他现在可以照顾 他的人 不在的时候 那他怎么办 所以他本来已经有这种 甚至于是亲生的念头 这时候旁边 有个大叔走过来 计程车司机 有一个计程车司机 看到他过来 然后就说 他就把他扶起来 对 然后说来 我帮你 然后就是把他 抱起来 放到旁边 所以他就得到 一个结论 就是 我虽然没有 大家健康的身体 但是呢 我因为这样子 我拥有的天使 比别人多 而且他在这一个故事 他给我很深刻印象是 他因为以前 都有爸爸抱他 可是就算 没有爸爸抱他 他还是可以活得很好 所以他在这一个 这个马路 他躺在那边 有计程车司机 很开心的 把他抱起来 他发现到说 原来我没有爸爸 我还是可以有别人 我还是可以过得很好 他就整个就转念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看 跟没有这些东西 这个没有是什么 你的天使没有我多 对 他常常都这样讲 好 我再告诉大家 这是书中 或者是TED影片 讲的 那我要跟听众朋友 分享一个 那一天我们 因为 就是也谢谢 知慧 然后这个 揪了 大家好朋友 然后去 能够有这个机会 去拜访火星 美丽的袁医生 袁上文医生 还有美丽的 钢琴博士 还有我们丹达 那我们就一行人去 五个人 我有 我那时候就在他家 印证到说 火星爷 我们的天使 没有火星爷爷的多 真的没有 因为我们四个 自豪 我们那天去 我们五个互为天使 对 那你知道 我看到什么事情吗 我其实因为我们 我喜欢说故事 故事的重点在细节 他有一个小小细节 就是那天正好 因为火星爷爷 他泡咖啡超好喝 而且是标准 SOP一定要秤重 然后温度什么的 对不对 这吓到我 两道 他有两道式 他是两道式的泡咖啡 对 然后呢 他的那个水啊 他很坚持 一定要用 那个破 破耳朵矿圈锁 对对对 我们来把它喷磨一下 我觉得火星爷爷很细 他知道那天我们会来 刚好那天破耳朵来 我们就会去 不是不是 我觉得我有问过他 他说没有 就刚好他订了那个 桶装水 第一次 而且他是第一次订 就是外面那种 六升那种矿圈锁 因为他觉得 他已经试过 就是这个水呢 水质最适合他泡的咖啡 然后他第一次呢 就订了六箱 六箱就是 一箱有两罐 六箱就十二罐 各位你想想看 一个行动不便的人 然后呢 他订的时候 因为这些水啊 你知道现在外送啊 就是那种宅配啊 就不给你送上楼的 对他自己下去 对 然后他就只送到楼下 这个警卫那边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 你们可以帮我一下吗 然后我们所有人哦 因为现场 对现场 宾客就有一个男生嘛 各位女壮丁们 其实还好 那个是一手拿一个 他那个不会很重 每个人我们都下去 因为在楼下就坐电梯 然后呢 我们就每个人都去帮他 把那一箱水搬上来 你们一人搬一箱 我一人搬两箱 我就想这件事情 对呢 怎么那么巧 就是火星爷绝对不会因为想好 我们要来 因为那个水送水什么时候 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那么精准说 故意耍心机 又说阿诚 没有 火星爷也没有耍心机 因为我后来说 火星爷怎么那么巧 真是有缘分哦 什么 然后我就问他说 刚好我们今天来 可以帮他一下 对 所以你看 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转个念 老天爷是会给你天使的 我们在天使的 然后你知道那天使 不只有我们 还有警卫伯伯 警卫伯伯又说 因为还有一个就说 火星爷如果把那个六箱水 放好之后 那个纸箱不就要回收吗 不就又要搬下去一次吗 可是你想想 他煮的那个拐杖 又要搬东西 一定不方便吗 然后后来 那个警卫大哥就说 没关系没关系 我去收 然后当然我们是后来走的时候 就把那个纸箱 搬到楼下给警卫 警卫就帮忙回收 你看警卫也是 火星爷爷的天使之一 但是你跟火星爷爷在一起 你不会感觉到他不变这件事 我觉得这是他 做到让我很舒服的地方 就是通常我们看 不会想帮他做一些 可是火星爷爷泡咖啡很厉害 就是 他那天泡咖啡 我有把他学起来 然后偷偷跟大家讲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比我 笑我这么用心计 也许有人吧 但是因为火星爷爷 也没有把他泡咖啡的方式 写在他的书里面 因为这本书都没写 那个是比赛等级的 比赛等级 他真的很 尤其他说93度的水 对吧 刚开始 然后他会先 我看他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很详细 我们只能告诉大家说 他很详细就是 泡咖啡的步骤 而且有算分钟 几分几秒 然后 对 然后我还跟他合照的时候 我会觉得 拍完这个照的时候 这一杯的时间略久了 过了几秒钟 他真的很细心 他真的很细心是 我觉得我可以确定 他的咖啡 绝对不会输给冠军 是因为 几度的水 然后呢 接下来 第二道呢 又是一个六十几度的水 然后泡出来那个咖啡 真的是我没喝过的好喝 好 这就有趣了 大家都知道火星爷爷是个讲师 当然就听过他的演讲 或者他是企业讲师 当然也是因为他 其实后来念的是 你的母校 东海企业所 所以他念的是 那叫BA嘛 就是说 BA对 就是 他叫他学长 管理的 管理 可是很 当然就很少人 但你看书就知道 他其实是成大电机系毕业 对 电机系 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 台青教程 电机 那分数都超厉害 超强的 他有 他很会念书 我们从 其实我很喜欢 我在地球的奇异旅程 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 他里面等于是他个人自尊 从小到大 而且每一个故事 我觉得很好看 是他没有用很尖深的字 绝对大家很好读 那每一个故事 都是很平易近人 你觉得都在身边 那你看了都会让你想留言 对 其实我那天在现场 我一直 我不晓得 如果你年纪够大 跟我跟思惠差不多大的时候 明哥 你们就会记得 小时候我们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过一本书 叫做汪洋中的一条船 国文课本里面都讲他 老师一看到那个文章 是用爬的 然后作者叫做郑峰喜 对 然后有一点类似自传 然后那郑峰喜 他因为他在我出生那个年代离开 他是193 就是民国大概33年次的 对 维基百科你们可以去查到 这个如果你真的太年纪 不晓得是谁的话 那我提郑峰喜是因为 朋友啊 我们世界上确实有很多 资源比我们还要少 身体的状况比我们还要多 然后所受到的磨练 比我们还要苦的人 他们都可以活得 如此的开心跟灿烂 包含那个四亿 要约在三亿见面 杨四亿 他自己其实也有很多的苦难的折磨 可是为什么人家都是 没有门槛的幸福 为什么人家都是奇异旅程 为什么呢 他可以是一条船 虽然他在汪洋中 所以其实 有时候我们去看看这些人 他其实真的 比如说我们讲的汪洋中 一跳船的郑峰喜 你知道吗 他也是 他那个应该是小的麻痹 而且他从小是爬行的 对 他根本也超严重的 他不是说 还有拐杖可以阻折 可是你知道吗 你如果去研究他 他一样结婚 然后他小朋友跟我们 小朋友应该跟我们一样大 因为郑峰喜的年纪 差不多是我们爸妈的年纪 对 所以他一样是活得 而且郑峰喜后来也是当了老师 他还是中心法商法律系毕业 那个时候念到中心法商法律系 而且是国立的学校 都超厉害 而且人家 应该是没有腿 对 他是用爬的 然后后来在 这本书如果你有兴趣 你真的还是可以找得到 二手书找出来看 那书都绝版 叫汪洋中的一条船 他还可以 后来还可以骑脚踏车 你知道吗 就像火星爷爷 他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说他可以到挪威 或是哪里 很远的地方 火星爷爷的客厅有一张是 他跟圣诞老公公的合照 这个在他的Tate的演讲里面 也出现过 对 他说虽然他狡账 但是他可以到任何 我们可以去很远的地方 我真的觉得 有时候人生给你的磨难 是真的是磨难吗 搞不好是一种启发 你知道我正好昨天跟Vito在聊 Vito的节目最近也会破除 要不是 Vito就在节目中谈谈 他两次被离 一次被离职 然后没多久又被离婚 你知道一个男人遇到那种事业上的不顺心就算了 然后事业上不顺心 假如有个家庭支持你 你应该说 没有你看我们有个美好的家庭 有家可以回 他就没有家可以回了 但Vito因此而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他去看了极光 他跟他那个现在的爱人 虎咪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支持 因为有时候看到一个异象 他就是给你那种精神的支持 很难得想象 我的意思是说 我就问Vito说 假设没有这些磨难 现在的你这一切会发生吗 他直接告诉我不会发生 就在家里当个好爸爸 每天带孩子上学 对啊 所以可能搞不好也还没看到极光 所以其实我要讲是说 那搞不好 我其实同样的问题 那天我本来也想跟火星也交流 如果这一切的磨难都没有发生的话 那火星也现在的一切 还会是你看到的一切吗 我相信他的答案也不会是啦 因为人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憧憬 比如说我要去找圣诞老人 我要去看极光 可能想说 人身体好好的 还有机会吗 还有机会吗 就会比较往后走 所以你看 这些磨难给我们的是 让我们去省事时间 对我们的意义 所以火星也他就是一段一段 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好 很仔细要做什么 而且我觉得我跟瑞仁 还有那个袁医生啊 丹娜还有钢琴博士嘛 我觉得我们那天超幸运 因为我很surprise 火星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 就是教我们怎么写作 火星也很会写作 他的故事沟通力 他有一个课程 一再故事沟通的课程 而且火星也还告诉我们 他未来好多的故事 然后还告诉我们 这些故事我记得那整个下午 我们听着明哥 然后听着他故事 我觉得我好像到另外一个太空 我觉得这个是很无价的 你确实到了火星 我可以这样讲 而且那些故事 我们要等待火星爷爷的下一本书 火星爷其实有很多人 是你的故事记忆 比如说你知道 他为什么叫火星爷爷吗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把整本书都看完了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很喜欢火星爷爷这个书 因为他说他以前 在这个滚石的时候 有一个笔友 一个女生小女孩 然后那个小女孩呢 他就一先起来很流行笔友 其实我不知道 瑞伦你小时候有笔友吗 有写那种 这个不要逼我 你真有嘛 笔友我可以做十集节目 跟大家分享 真的假的 你真的 所以你有教笔友 然后真的是写信 来来去去很久 最久的毕业率是多久 我本来想做一系列 带状节目来谈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 因为牵扯到 虽然对方我不知道在哪里 可是我觉得当时 那些信件的交流 其实蛮适合 过了三十几年之后 再来分享 真的 现在不会有人有笔友 大家都因为message很厉害 就LINE啊 现在能够 信封 email有就不错了 email还会往来 就已经不错了 对 要不然一般都用LINE 那请问一下 你在笔友你最高峰的时候 你一次可以跟 比方说 你总共几个笔友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们 年轻的时候 真的还蛮 我没有那么的花心 笔友不是花心 对对 没有没有 我有一次也就是 就一次一个好不好 我没有那么多的 那请问一下 最长的笔友 你可以跟他这样写 写多久呢 其实我的笔友都很妙 我觉得最长 我的最妙的 不是最长的笔友 是那个笔友怎么来的 是像有一个是 因为我有一次写信 然后记错地址 然后记给对方 然后对方很显然 是一个女孩子 然后他就很客气地 回信给我说 不好意思 你的信记错了 然后又把信寄给我 然后呢 我就开始跟他 变笔友 就是这样来的 那请问一下 笔友都要聊什么 讲到笔友 笔友都一般你们会聊什么 就聊自己的生活 他聊他的生活 然后因为你一往一来 然后就会有一些共识 那你们彼此会有那种幻想吗 就是会想 对方都不知道什么样子 想要见面吗 会这样吗 如果你认定是笔友 你就不会特别朝这个地方想 但如果说你认定 你在真友 你就会这样想 那像火星爷爷 他跟他笔友 也是没有见面 他说那个 是一个小妹妹 叫梁子对不对 对 然后那个小妹妹呢 他就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就 他怎么把自己 就娶说火星爷爷 他就直接告诉他 他叫火星爷爷 一开始是 笔友就问他说 那你要 你住哪里 然后他就很俏皮地回答 说我就住火星 火星 对 然后后来聊着聊着 那你要 人家说那怎么称呼你 那你叫我爷爷 之类的 因为 他是一个小女生 相对于小女生来讲 火星爷爷年纪 显然比他大 所以 他表达的是说 在一个俏皮的互动当中 这就变成一个 他们在通信过程当中 这个 这个 许荣宏 这个 许荣宏 这个 这个 老师的 这个代名字 所以像大家 现在可能比较 知道的就是 火星爷爷 这个代名字 他就一直言诱 我那天有亲自问他说 火星爷 后来你跟这个梁子 到底有没有见到面 他说没有 真的没有 因为他后来 要离开滚石 他们就没有 见面 我们节目来呼叫一下梁子 梁子如果你有听到我们节目 你在底下留言 你有跟火星爷爷 那段时间有联络的话 可以请你来 麻烦你写信给我 我可以接受那个 因为他如果那个 他那个年代是小朋友 现在应该是大人 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应该 年纪可能也四十几岁了 四十几岁了 大概四十几岁 因为他那时候跟火星爷 这样算下 也当妈妈了 如果这个梁子妈妈 有听到的话 请来跟我们节目 我好想 你想想看他跟火星爷 我也想像 我现在对面周围是梁子 我希望 我也希望我是梁子 可以接火星爷 可是我就不是梁子 而且火星爷 那时候有说到 他后来 他出书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有写信给他 就说 你就是我认识那个火星爷 他说是 火星爷还有寄书给他 但是他们就这样 就结束了 我觉得就很好 就这个ending 是一个很美的ending 就不要看到彼此 我觉得彼有这样很好 因为人的关系 有很多种 当然男女有很多 大家可以很直接想象 男女之间 可能要有情情爱 什么这样 可是有时候 有时候是叫忘年之交 或者是说 你根本不用在乎 他的性别或年纪 他就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心灵的交流 这样子也很棒 对啊 就是感谢彼此陪伴 彼此那一段时间 生活中有彼此的美好 就到这里这样就好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 这个比我感觉就是很好 那刚才四位谈的就是 我们也来跟听众朋友 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就 那一天呢 我们不尝试 对 这个 那天真的很美 那是我 我心也要创作什么 我们就不谈 因为这个是他有 他自己要创作 但是呢 创作有什么脉络 就是说 他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我们倒可以聊聊 这一块 哇你记忆力真好 已经离那个 已经两个礼拜了 不是 那个叫当头棒二 怎么可能会忘记 真的欸 他真的 我跟你讲 他跟我讲完 觉得我好像可以 再来写一下书 他那一天真的教我们很多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跟你讲完 你都觉得可以写一下 宋仪慧老师跟你讲完 你也说要答应人家 什么的 火星眼那天讲完 我其实很幸运 我有宋仪慧老师 你也很幸运 我们有他们两个 宋仪慧老师跟火星眼 我们都是很棒的朋友 就内功输入 要教我们怎么写书 对啊 其实我觉得 分享是很快的事 所以我最近经常 我以前小时候 真的学生的时候 就有一句话 叫做分享的快乐 快乐加倍 分担的痛苦 痛苦减半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好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你会更快乐 但如果你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就心里屋住屋住 要聊一聊 像思慧其实也算是我闺蜜之一 偶尔会聊一聊 就是生活上总是聊一聊 总是要一个抒发 然后给彼此好的建议 让大家一起成长 人生一定要有这样的朋友 那那一天我们其实就在火星里面 其实那一天火星也蛮客气 就是他跟了很多 他的po文是说 跟了很多年轻的作家 我觉得我的重点不是作家 重点是我们在火星眼里面 眼里面我们算年轻 对好久没有人叫我年轻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跟志玲姐一样 我刚过五十大寿 对啊 通常女生都不喜欢人家问 我都是蛮特别的 你都这种直北生 直接大啦啦的 我没有关系 因为我孩子也大二 看也知道 对啊 那我们就这一段 我们就接下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关于写作这件事情 那一天其实我第一次听到几个对故事 或者是对创作的一个形容 叫做浓度 故事的浓度跟深度 那其实火星也会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啊 你想到的就写着很好 那就是水笔嘛 可是你在创作过程当中 能不能创作出一个与众不同的难度 对 然后他那天就以他自己创作的一些过程 那我们就先不剧透啦 那火星也还持续的创作 他就以他自己创作的这些角色或故事为例 然后有一些东西是结合他人生真实的体验 有一些是他从这个叫做编剧 或者是想象中把他这个做一个故事的呈现 我们就听到一些 我真的真心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创作 就是真的分成水笔跟用心创作两件事情 对啊 你看火星也没偏po文 我就问他说 火星也你为什么可以写到这么样 可以进到我心坎 我写不出来 所以那天火星也有教我几点 而且我也真的把它用 我觉得我人生真的超幸运 其实我要去火星也这个 我要去104演讲 我有跟那个瑞仁 因为我们两个有时候会参加重合活动 瑞仁跟我是两个不行 我可以知道瑞仁超人 他就是很认真准备 我都是随性的 所以火星也那天有教我 我就第一点 第一点他说 我说如果 他说这是一种训练 我们要开始做这样的训练 这件事影响我蛮多 他说 比如说今天天气怎么样 你说今天天气很好 就不会吸引人家看 那火星也有教我说 就是要名词加形容词 然后我就跟 比如说 我记得那时候当下火星也直接 问我的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水 水可以怎么讲 水可以怎么 我就只能说水很好喝 对不对 可是火星也有说 这个水可能跟这个 那天他把他讲 就是石门水库一样 然后可以怎么样 他讲那个是什么 那个我再帮你还原一下 对对对 我需要这个热人超人 这个好记忆帮我 那一天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有想起来吗 比如说这个蛋糕很好吃 蛋糕很好吃 你就讲很好吃 对对 那可是你要怎么形容 这蛋糕很好吃 对 他就说 这好吃到 像我们嘴巴里面的 石门水库在泄洪一样 哇 跟我说很好吃都不一样 对 你看那个超人记忆 跟天后朋友分享 简单来讲就是 其实我们在写作 或创作过程 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换 叫做须转石跟石转须 举例好了 比如说 很好吃是形容词 可是你怎么样 让很好吃变成有画面 那你 就是要有个名词嘛 有一个石门水库 石门水库 那石门水库 如果是石门水库 就是一个石头 跟一堆水 你也不会有感觉嘛 那为什么叫做 名词跟动词 石门水库泄洪的时候 那个水 整个脑袋就有那个画面出来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东西 很好吃 口水流到跟石门水库 跟石门水库 你看火星眼 真的很厉害 随便我们就讲一个蛋糕好吃 他就可以教我这么多 那他说 我说那火星眼 我要怎么跟你一样 他说你就是常常自己练习 所以请听众朋友 就常常可能 我现在手 前面呢 我可能有一杯茶 我在瑞仁这边 我喝了一个茶 那我们怎么觉得茶好喝 我开始 就是我开始就要这样训练 对就是 我 其实我们写故事的 其实经常的训练 就是把那些感觉变成画面 所以你知道吗 感觉变成画面 拍片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 故事的大纲 然后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的本文 就是故事的concept 盖药 然后故事的整个大纲内文 可是真正要拍片的时候 因为拍片是 你在Netflix看到的那些画面 所以其实从内文 从文字啊 到呈现影片中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 除了分场大纲之外 还有一个分镜脚本 那为什么要分镜脚本 就是让导演跟演员啊 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 在拍这场戏 比如说 现在师惠看到这一杯茶 他觉得很好喝 对 可是很好喝 对 现在文字讲很好喝啊 那怎么样让 观众朋友看到 很好喝这件事情 那可能我要拍 一个动作是师惠 拿一杯茶 然后喝进去 这时候你要 比如说文字上 你可能没有这样想 但是画面上你要出现 就是师惠就闭起了眼睛来 然后喝完之后呢 那个嘴巴呢 微微上扬 然后呢 最后呢 这个喝完之后呢 还舔一下这个舌头 什么之类的 听起来这样蛮怪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需要把它拍出来的时候 有画面的感觉 所以其实各位去 如果你想要会写故事 我觉得拍影片 拍短片 不要去拍那种 就是你用自己对着 那个画面讲 自拍那不是那一种 就是我们把它变成 类似电影 或者微电影这种拍摄的时候 是一个很好训练的手法 因为你就必须学会分镜 分镜的过程中 你要想这段文字呈现的东西 我要用什么镜头 甚至我们还必须 去设想到它是特写 还是装景 还是浪景 这时候其实分镜脚本 分镜脚本 其实就有助于 你再呈现画面给大家 所以火星爷教我第一课 就是那天下午写作 就是我们一个东西好 不是好 是要有那个名词加动词 那第二个呢 因为我跟他讲 我觉得他人超nice 我跟他说 火星爷我过两天去104 他就教我present 他跟我讲说 诶世卉 我跟你讲 present不是在输入内容就好 有人在演讲的时候 你也知道 就想把内容把它填满给大家 他说 可是这样大家记不下 他说你记得 要有口号是可以带过 容易记忆的 一个口号 让人家很容易记忆 这一点我真的很弱 但是我知道瑞仁导演很厉害 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喜欢的 那个叫做文案或金句 对 那文案 其实文案课在大学 开始一学习的课程 18周 18周 至少36个小时以上 这样的课程 因为它是一个 我觉得文案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 很多人可以教你的是计法 比如说我们去抓韵脚 或抓什么重复制 碟子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真正难的 倒不是这个 而且需要时间的是 所谓的生活的历练 比如说刚刚讲的 我看到美好的食物 口水都快流出来 这一半会讲 对啊 那谁会去讲说 不然谁会去讲说 看到十门 那个嘴巴里面 有一个十门水库 然后在泄洪 谁会这样讲 不会 因为简单的讲 如果你没有去看过 十门水库去泄洪 你怎么会这样行 就是口水流跟十门水库泄洪 的时候一样多 对啊 是没有错 所以如果大家看 《火星爷》这本书 你会觉得 它大部分都是 自己生活经历 因为我觉得做这家 有分两种 一个就是 把自己的生活经历 拿出来 像杨士逸跟《火星爷》 就是这一类 那有另外一类就是 你可能保读经书 你看了很多阅读书 像仪慧老师啊 或是《好歌》啊 或是这个艾瑞克 他们都看了好多书 所以他们可以引进 据点很多人的金局 其实我觉得 这两者要并行 也就是说 你的阅读量要多 你阅读其实是叫做 模仿或看别人怎么做 可是你的生活经历也要多 两个加在一起就很棒 我其实是不太 不太赞成说 好阅读 那你就大量阅读 每天在家阅读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叫做 如果你要能够创作 那你要能够写出 十门水库泄洪 请问一下 如果你这辈子 都没有看过 十门水库在泄洪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去运用上它 是没办法的 技法叫说 我们要把 一件 一个心情 或一个想法 一个感觉 用名词加动词 这个是技法 可是你先 你会了 问题是 你要怎么去把 生活的实力 用上来 这时候你的人生 必须很多很多的阅历 就像说 我昨天一篇po文 我说 未来的世界 就是电风扇 跟水管的世界 有你去看 那个computation show 对啊 对 那我会去看 第一个是我必须验证 我在家里 我可能都知道说 啊不然就AI啊 什么的 可是 当大家在讨论AI 然后在讨论说 他们世代 怎么运作 然后散热有多重要 散热很重要 好 这是散热很重要 是形容词嘛 请问一下 你怎么知道 那个散热很重要 如果在 在未来的电容世代 到底要怎么形容 所以我就会告诉大家 未来就是 电风扇跟水管的 因为你去看 所有的电脑上面 都是水管跟电风扇 就是散热散 而且大家很难相信 因为我今年 我们也有 我有去看 那以前在computation 或是美国的那个 CS show 都是什么手机啦 PC 我刚才跟 我们才在讨论 今年都是伺服器的散热 怎么样可以散热 是用透过 散热分三种 一个就是冷气吹嘛 也是一种 刚才瑞人有讲说 气冷 气冷 水冷是有水管 跟 静默式就是 emergent 然后就是把整个 都泡在那个油里 其实那个是油 不是水 因为水为通电 所以泡到那个 像壳牌的那个油里 然后如果 这样的话呢 它整个世界 就会不一样 所有的厂商也不一样 对啊 所以你看 我跟思维在谈这个 你们可能很多人 在想说那是什么 那你不如 气冷水冷跟 我们今天演讲的今天 其实我这一集 其实我 今天礼拜四嘛 其实我明天就会上的 所以应该 今天是礼拜五了 今天星期五啊 你晚上就要上 明天啦 明天 明天要上 对那个问题是 Computex今天就结束了 对因为直到今天 今天是开放民众 去参观 那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 当别人在讲 AI这世界的时候 你虽然不懂 你也不见得会用 你可以走进去 这个展场 去看看 这个世界 在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用说 我要去买伺服器 你也不用去 你也不用特别说 我要 特别要 在那边买一台 罗伯克都不用 你就去看看 这世界发生什么 那如果大家 没有去Computex 请大家 就是最近YouTube 很多那个 像非凡东升 他们都会去采访 那个布置的展览 然后他们拍的影片 超漂亮 因为像我昨天 就找那个 非凡主播 智杰 他去可能拜访 那个智利的布置 他就会去拍说 哦原来这个 一柜的这个伺服器 要多少钱 六千五百万 黄仁勋 他不是pre认 讲的那个伺服器吗 他们一个机柜 里面放很多伺服器 那个一柜 就六千五百万 他就会拍给你看 放在水里是怎么放 他们最近那个 非凡跟东升 都拍得超清楚的 对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跟世卉分享 这件事情 也是我昨天 在那个整个展场 我因为开完会 已经两三点了 然后我想说 我就利用这个 往后留白时间 然后赶快进展场 他有两个馆 然后有好几层楼 其实很难逛 hold one 如果你刚才讲的 应该都在hold one 四楼 我两边都有去 因为我这种 就是不放弃 然后我要去 去找故事的那种人 我昨天找到一个 超感动的故事 真的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 没有走到现场 我真的抓不到这故事 我这个故事 也有写在我的粉专里面 黄仁勋的演讲 在台湾那场 陈思维不是有去吗 我去啊 那天下大雨 我等了 就是排队 排了一个多小时 对 然后其实很多人 最感动的是 他最后面那一段 台湾的故事吗 台湾 然后呢 他有把所有的供应商 都放上去 自家 那有人当然是从股票的 投资角度去解读 但有另外解读角度很好 然后而且黄仁勋自己也说 他喜欢看见别人成功的样子 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说 黄仁勋喜欢看见别人成功 就是这些供应商啊 什么 客户什么都很强 那很棒 对不对 可是到底怎么样才是 黄仁勋真正喜欢看见别人成功的样子 我昨天在整场里面 我找到 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 我超感动的 然后我不晓得 我这个人可能 可能敏感神经跟人家不一样 有啦 我确定你类线比我发达 对 我真的 你说一下 我就真的只差眉流泪而已 你知道昨天 其实昨天 如果你去Computex 今年的代表 我设下荧光绿 因为NVIDIA是荧光绿 对嘛 所以很多厂商 很喜欢用那个绿 好 我昨天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找那个NVIDIA的BOOTH 我想说应该很大 应该就是因为我去看的时候啊 什么华硕啊 宏碧啊 然后这个技嘉维新 哇啥 那个BOOTH就超大 然后里面有各种展示 然后里面就各种的 灯光 对 里面不外乎就是电风扇跟水管 再加上灯光秀 都很大 就是那种 然后就看到那个 我们未来的不管伺服器或PC 它可以改变的那个样貌 对 然后我等一下再外插另外一个 我就不讲品牌 我有一个小故事 我在外插 那我就看到那个 那个故事叫做 我去找NVIDIA 然后你知道吗 我今天没带来 那个地图 我就一直找 一直找 然后我想说奇怪 为什么我都看不到 我熟悉的NVIDIA 然后我就真的我想说 不行 一定是我不够认真 NVIDIA这么大的厂 不可能在现场找不到 可是因为后来快距离 五点半关门时间到了 我就 不行了 我就跑去那个information 那个柜桃 我就问一下小姐说 没有 我先跑去二馆 然后二馆的那个先生 我就 二馆我找不到吗 然后说 NVIDIA 在一馆的四楼 好 我就跑去一馆 四楼 然后就看到红机 这些 我也都在四楼待两天 然后我就在 我就在那个 我就在那个information 那个柜桃 小姐 NVIDIA在哪边 她说NVIDIA有 你看 就在这里 你知道在那张的地图上 有多小吗 她小到连一家小公司 那种很卖很小东西的那个布置 大概就是最小单位的 的那个 大概就是类似 那个的三公尺 三公尺 然后我走过去 我想说 小没关系 我们来看看她要什么 更夸张 三面墙 绿色的 荧光绿的三面墙 加一个萤幕 没了 就像一个information desk 就像一个information 一样 对 information desk 可能都还比她 广采一点 我觉得她们行销很厉害 对啊 然后现场有一个男生 对 对 我觉得应该跟那个男生合照 因为我觉得她好友善 我有看你有跟NVIDIA拍 就是她那个绿色荧光 对 然后其中一个 现场的这个 展场的人员就跟我说 我说 应该很多人都问 会掉下巴吗 我们每个人都来找NVIDIA 他们会教问 你们是这个样子 然后她就告诉我说 对 但是呢 你如果要找NVIDIA产品 它有另外一个单张 她说 这现场哪些厂商 在展出的 都是我们NVIDIA的产品 你可以到那边去 G200的 真的很 GP200啊 什么从H100 那 我真正感动到的是 你知道黄仁勋就真的 我相信这个 布什大小 一定要经过老板同意吧 你如果今天老板走过来 想说 台湾的公司就搞成这样子 那一定也是 我相信这件事情 是黄仁勋知道的 但是我相信 或许也是黄仁勋告诉他们的 应该是吧 因为每一个厂商 都在帮她做广告了 所以她不用太大 因为她是里面的一个心脏 你看哦 她现在是一个 世界 她是三兆男 三兆男 对 她现在已经比 你觉得她会 她会差一点钱 去做那个布什 没有没有 这是她的新的 一个暖银 她做的比任何一家都可以 可是你知道她在做一件事情 NVIDIA今天所有的成就 都要让给她所有的客户 因为比如说 技嘉维新 通通会用 都很大机会 美插尾 Super Micro 全部都在里面啊 对 两戒后都是用她的 所以她把所有的 后来我发文 有留言一句啦 就是我们喜欢讲说 那就是说 低调而奢华 那我就要看看 NVIDIA这样子 确实够低调了 她其实在台大 那个演讲 已经非常 我不知道你们台大 真的是 有这么好的演讲官 比美那个唱片 就是演成会 就是那个 小巨蛋的概念 我去的时候 就是根本就是一个小巨蛋 我觉得她那个 已经够好好 因为看现场 更有feu 可是我在展场看到了 她把奢华这件事情 让给她的合作伙伴 让你给她客户 我觉得那种叫做 成功不必在我 我很努力 然后我做到 你们要的东西 然后昨天的新闻嘛 你知道台积电要涨价 魏哲家就跟黄仁轩说 你买得贵 我们卖这样子 我们金元要涨 黄仁轩也说好 所以你看她把所有的 她的获利有78% 你知道黄仁轩的 那个Q1的财报啊 多七倍 EPS成长七倍 她真的 我昨天去 她布施 她的财报 我倒背如油 因为我们都是 我们两个都她股东啊 对我昨天就拍拍 那个现场的展场 那男生说 你加油 我都是你们的股东 对因为她最近 跟大家讲一下 讲要回答 她今天是最后一天 晚上买她股票 可以一比十的分割 就一张变十张这样 现在有点贵 现在美金一千多块 姐姐继进场 没有啦 你就分割之后 几百块钱 上个礼拜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有做影片嘛 其实通常如果大家看 城市会破担 那个Instagram频道就是 我在讲这个影片 我一定是先做这样的事情 对 上礼拜 上礼拜一千块嘛 我看到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男人 或一个成功的企业 他可以做到 就是说 Computech是一个很 不是只有在台湾展 因为我昨天看到 其实里面几乎每个BOOST 在做简报的时候 或者是跟人家沟通 全部都是 我听到的三分之二以上 都是英文 代表有很多国外的buyer 或者是合作的工艺商 在那边互动 然后里面也包含看到 很多大陆的企业 在里面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国际的场合 今年台湾 跟大家讲一下 今年台湾的Computech 是有史以来最盛大 因为我自己在那边两天 刚好 我也找一些新闻记者来 它的盛大是在于说 黄仁勋这一次 也是有史以来 非常就是Computech 前一个礼拜 它已经在逛夜市 我觉得它是一个 异界的秀 就是它般会做 综艺节目的感觉 从你看它去买东西 然后到各的厂的业界 它有四次家合作伙伴 然后一直到 你会觉得 每天好像 大家是跟着探那节目 有个女孩子 还把衣服脱起来 叫黄仁勋在她的胸罩上 签名这样 而且它可以 我很喜欢这个画面 是她的眼睛跟她的脸 告诉我 她就是一个正能君子 对啊 这个当然引起很多讨论 真的啊 真的很棒 而且你可以觉得 她这一次真的是 很多人就是每天 跟着黄仁勋在行程 所以你可以知道 她已经那么多人 认识她 所以她又让这些 崇拜她的人 去认识她的厂商 我觉得她真超棒 所以我最感动的是 她把这些成就跟成功 归功给她的客户们 或者是她就介绍 我有哪些供应商 你看嘛 她的演讲上 就把供应商都告诉大家 然后现场展场 把她的产品 告诉大家 你不用来我这里看 你都到我的客户端去看 你不管你去看 美超微 你去看 Intel Intel是她的客户吗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里面有很多 这样子的一个客户端 都跟她有一些关联性 她把这些功劳都归给 荣耀归给这些客户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器 一个企业她在追求成功过程当中 那个低调 那个低调 然后奢华让给她的客户 这一点是我看到非常感动 那回到故事 我的意思是说 我走进展场 我才会看到电风扇跟水管的故事 我也会看得到一个成功企业品牌 她怎么样 行硕自己的品牌之外 努力之外 也要告诉大家 我要做 光是那个boost 她传达好多讯息给我 所以当下其实 你会不会在boost就想哭了这样 有有 所以我当下那个感动万分 所以我就马上就发文了 我就把那张照片 我就告诉大家 我还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来找NVIDIA的boost 她就在这里 我要把编号给大家 因为她就是小到什么 还有一个ABCD AMN0629A 就是多小 我想要跟她说 其实也没有AMD的boost 也很小 Intel的boost是很大 你会发觉到 Intel很大 很大 但是AMD也没有 就是说 我觉得美国style 就是 因为他们这两家也是很大 我就说 因为苏妈啦 苏妈也是一个我很崇拜的人 就是你会觉得 这两个人 其实是台湾人 就两个都是台湾 台南人 都很软心 其实 然后最近我们很骄傲的是 这些人 他们其实 不管他们在哪边成长 都跟火星一样 是台湾人 苏妈跟那个 他们都有一个 三个国字的 苏之峰 黄仁勋 然后火星也叫 然后我名字取得不错 你知道吗 黄恩瑞仁 我在云林混得很好 然后我现在可能在科技界 差一个字 也应该可以混得不错 就是说 这些很软心的人 都是台湾人的代表 而且他们都是台南人 所以你可以看 Intel是美国人 Intel就把他自己 不时弄得打 所以这次AMD 因为苏之峰跟 那个黄仁勋 都是台湾台南的 去国外念书 然后创业 苏之峰没有创业 他是加入AMD 这个大公司 那你可以看到说 原来台湾人 你要说台湾最美的是人情 就是那个人情故事 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对 所以我回过头来 简单来讲 我们刚才提到说 你故事要丰富 除了技法 那那个心法 没有办法教你 你必须自己去练功 那像比如说你走到展场里面 就是练功的一种 我昨天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跟四位分享 对啊 你说有另外一个 对 那个厂牌名称我就不讲 因为我看到他一台 非常炫的那个 伺服器等级的机器 而且他那个demo机 做得非常漂亮 简直是跑车等级 流线型 而且当所有的那个伺服器 都是正正方方的时候 它是一个写的 一个写的 而且是可以 它是可以 它那个不是因为demo 来做转动 它是可以让那个伺服器 就有点像是那个 那个叫做大怒神 还是什么 就是云霄飞车 这样它就 它是有一个 就是可以转的 那就很炫嘛 那很多人就信 那其实我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别人可能问他什么艺人 什么东西 我就问现场 展场这个工程师 我说你们这样子设计呢 到底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好处 那工程师就说 其实工程师是很可爱 我觉得工程师应该 交给私会训练一下 现在工程师都很可爱 因为要有 我觉得要有一点业务力 那不是说工程师 他就很诚实跟我讲说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 因为展场嘛 所以我们做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吸引到大家的目光 那我就私底下 跟工程师讨论说 可是我觉得 你们这样子 这种斜斜的设计 还有你这样子 可以让这个盖子 可以打开 我说就 我也是工程师的背景 但我没有跟他讲 我说这理论上 应该要有一个 比如说流体力学 或者是说 里面有一些空气对流 什么的设计的概念 在这里面 那我会觉得 这样设计就超级棒 对 我就没有特别再往下问 因为我问不出个 所以然来 对啊 那这个也是因为 比如说 我自己觉得某一些东西 我跟人家交流互动的当中 我会想知道 你有没有给我一些detail 那个detail就是 我写故事的养分 我感觉你说的那家故事 那家公司应该非常大 他会不会觉得 你不是他要的客人 其实他知道 然后因为通常 他们应该很忙 那么大公司 不是因为展场开放给所有人 虽然昨天还是对于厂商开放 可是你也知道 像里面有些阿伯在问 我就大概知道说是一般人 但是我觉得 这个叫做 在展场的 现场的帮忙展售的人员 他们不售 介绍的人员 他不会去分你是厂商还是谁 他都必须尽可能的 尽他的 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对某些事情好奇的时候 你保持好奇心 然后你去跟对方互动 然后你不管 你有没有得到你的答案 其实那个过程当中 你就收获了 所以就回过头来 其实因为那个 假设那个工程师 回得很好的话 我愿意帮他写一下 也有助于他的股价 其实这家公司 其实蛮大的 对啊 我有印象 对他是做 做饥渴的大厂 但是我就觉得说 那没有关系 这个他回答的好或不好 或者是有没有得到 我答案不重要 我会提醒大家 就说 像你去逛这个展场的时候 不用吝啬 然后有问题 你要去问他 他一定很愿意回答你的 这样我们才可以学习很多 对 你就可以知道 假设他今天 可能只是他 搞不好有这个功能 可是那是秘密 这是专利不能够讲之外 你也会得到一些新的资讯 那你看你回来之后 你是不是又可以 又可以很多的知识 在你的人生里面 对 所以就会回到你的创作上 你的创作养分 就会不断不断的增加 那再回到这个火星上 所以我们那天在火星上 其实就得到很多 这样子的一个触发 我那个下午 是我这辈子学习力最多 而且我觉得 那个下午 我不知道瑞伦有什么感觉 就在火星夜 他家下午 我觉得我抽离这个世界 就是到另外一个世界 然后我很专注听 火星夜跟我讲了所有的故事 然后去看看 火星夜还问我们说 这个故事有没有吸引你 就是他可以从我们表现看出来 可是那真的是 人类另外一种语言的故事 我必须这样讲 我觉得火星夜有一个很棒 就是说 他也充分的利用了 与成功有约的 七个习惯的其中一个 叫做发挥重效 也就是说一群朋友来 他家里去喝咖啡 那喝咖啡就是情感交流 可是他很不吝啬的 跟我们分享 他所有的很厉害 就是他真的所有的 不是只有他厉害 我是真心觉得他厉害 是他的所有 他知道的一切 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学习 很少有人可以这样 他有拿出来 可是呢 也有东西 他也有收获 因为他分享的故事 过程当中 他会仔细观察 我们的回馈或表情 对哪一个故事最有感觉 所以其实对创作者来讲 你提前剧透 给某一些朋友 是好事情 因为你可以知道 市场反应会是什么 然后你再回过头来 如果这个反应不好 我们再修正一下 这也是一种 写作者创作过程 对啊 所以我必须 在节目还是要感谢火星爷 他那天跟我 满满的能量 那我在 我今天要跟 因为火星爷 我后来事后 我有message他 我跟他说我要去演讲 他还教我说 Definnie演讲 我刚才跟你讲 不能只有输入内容 因为我们常常会输入 就我想到什么 就讲什么 然后他说 你一定要有口号 让他们容易记这件事 然后我在104那次演讲 得到满分五分 我得到4.7分 就是他有四个项目 都是4.6 4.7这样子 然后他们说 这分数算很高 所以我还是要 谢谢一下火星爷的教导 对啊 所以 如果他没有这样跟我讲 我不会这样去准备 真的谢谢火星爷爷 就撇除一个人的行动不便 或者是身体上的某一些障碍 其实火星爷爷 如果正常来讲 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他就是一个成功的讲世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一个成功的 不管是心灵的导师也好 他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我就跟四位讲说 虽然因为 因为火星爷的现况是这样 他也有po文 他说他现在 喜欢跟老朋友 好朋友 好好相处 那他就没有特别 想要多交新朋友 其实就是过减法生活 就是说有时候 我最近也想把我家的东西 断舍离 因为小孩子 你不要把我断舍离就好了 那东西 你也知道 因为最近 比如说你小孩 国中上高中 就很多东西 该丢了 对 你们家还三个 三个 我觉得我家东西 快偏垃圾 都是小孩子的东西 其实人际关系也是一样 你会觉得说 好像不断的开发新朋友 不断的扩展 年纪越大 越珍惜 现在还可以跟陪自己 走到现在的朋友就好了 太多新的 我其实 我自己现在也是这样 除非必要 要不然我不会想去认识 太多新朋友 对啊 我觉得维持一个 很好的良好朋友的关系 然后为什么讲说 我们这个年纪是因为 我们已经人生走一 超过一半嘛 对不对 50 对啊 我们不肯活到100嘛 就算活到100就走一半嘛 那有时候你就 未来的时间是压缩的时候 你就特别不会想 当然你这时候 如果你这时候是年轻 十几岁的时候 我都建议你就多闯 多看 因为 多交朋友 对 我觉得这时候 你要去多看看世界 我们讲的 我怕年轻朋友一听说好 我们就不要交朋友 不行 你不妨 不要广泛的滥叫 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封闭自己 因为这个世界 你还没有看透 对啊 我记得我以前20几岁 因为我是个Sales出生的 所以我真的是 到每个场合 我都会交朋友 可是我觉得这些朋友 很重要 因为我后来发觉到 10年20年之后 他可能会帮助你在人生某个点 我自己都吓一跳 还有就是要保持 就是善良的一颗心跟诚心 就是说 你交朋友 你跟他说什么 你要做到 而且未来会对你帮助很大 对对对 所以其实 每个年纪有他不同的铺陈 然后也有不同的故事 那我走到我们这个年纪 就像火星爷 其实火星爷大概就是 我们这个阶段的 他其实开始收敛 然后开始让自己过一个 其实火星爷现在过了一个 很有质感的生活 有咖啡 有音乐 他的家 真是我梦想的家 我真的也好想要一个他 然后打扫得很干净 然后非常的舒服 像跟样品屋一样干净 真的很干净 真的很干净 对 然后很多的书 很多的画 然后对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拜访里面 刚才就跟大家分享 简单来讲 就几个重要的心得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你看火星爷从来 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体的 这个什么残缺 所以他有任何的 比我们还要表现的不好 没有 他现在表现的都比任何一个人 都还好 然后他的生活也过得很好 第二个是 他也持续不耐力创作 在创作过程当中 他要求那个浓度跟深度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创作 产生一个难度 难度其实就是一个障碍 简单来讲 就是说你的差异化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才能够凸显到 就是你的作品才会被人家记得 而不是只是翻过去就算 那我希望今天呢 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就是说 人生的感情世界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给你就是减法 你说不用太多 还有怎么写作 对 然后呢 身上不管你有没有什么 没有也是一种幸福 我心也都跑去芬兰找圣诞老公公了 所以你现在如果还宅在家的话 那就会像家的老师说的 这个走出门 大数据再加大悲剧 那不一定是大悲剧 但是你如果你年轻 人家行动不便 都可以走出去找圣诞老人 那你还要什么 那像台北的 你看我就利用那个叫做 会议结束后的三个小时 我去看了Computex 充分的利用时间 对我就获得故事 NVIDIA的那个感动的故事 对 就养分就有了 对啊 然后你看啊 我也没浪费 我也没有特别去 你看同样的高铁来回 我就多了两三个故事 在我口袋里面 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今天这一集呢 希望给大家一点点的收获 记得哦 我跟思惠 我们都会去po这个节目的连结 那就请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一点点的感动 或者想到什么的话 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们 那我再跟思惠去领选一位 我们会私讯你 然后再把火星爷 这个亲笔签名书寄给你 好不好 对哦 今天这一集就跟大家讲 满满如何做出满满的故事力 而且超人叔叔呢 不是超人 超人 不能叫他叔叔 虽然他已经要到叔叔年间 我们讲超人了 虽然我昨天才跟Vito大叔聊天 瑞人超人 他刚才也说 哎怎么样去写出好故事哦 那祝大家可以抽到这本书 谢谢 爱你哦 拜拜 拜拜咯 你的举手之劳 可能是他人的无能为力 紫北真节目欢迎听有留言及赞助 我们会提拨部分赞助金额 捐助市账相关单位 让看不见 但可以听见 你可以在赞助页面留言 我们也会帮您在节目上播出 相关连结请参考节目资讯页第一行哦 感谢观看